會要需要按很多地方 對嗎 今天呢RyuTV要跟大家解一個謎 大家來東京的時候呢 一定會在路上聽到一首洗腦聲曲 有聽過嗎 這邊一樣很大的卡車經過 然後寫著高收入女生高收入的卡車 東京無媚之趣一定會聽到 然後很厲害的地方是 新海城的最新電影天氣之子 大家看了嗎 馬來西亞好像已經上映了 可是台灣呢我看好像是9月12號會上映 在這個新海城的天氣之子裡面也是有出現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今天其實本來不是要拍這個影片的 我們剛剛在回來的路上呢 看到這個Banilla的車 沒有甚至在我們赤城線的這個水戶這裡呢 也有耶 我沒有看過 通常都是出現在東京 它現在竟然出現在我們的水戶線上 欸這個可以拍影片 我一個人很興奮 結果Yuma在旁邊 請問這個有什麼可以拍的 可是我覺得大家應該會很在意吧 因為女生高收入到底是什麼樣的工作內容 對 我一次也沒有在意過耶 沒有嗎 我也沒有去看過這個網站 我猜它可能是一些比較 那種理社會的工作啦 真的不知道 所以呢想說今天呢要來解大家這個名 帶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這個網站裡面到底介紹什麼樣的工作 社會見學 你只是對那個女生的那個工作有興趣而已 不是嗎 我想要看一下有什麼樣的工作啦 不要這樣子啦 我是幫大家解謎嘛 來日本網站的人都會看到 每天聽到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們 上網去看 看日文又看不懂 所以呢我們有責任在這裡跟大家解釋 是不是 嗯 嗯 就是它 上面是什麼 我想要賺更多 我超級喜歡錢的 好不好 目的很明顯 目的很明顯 高收入求人情報 然後上面呢有很多漂亮的女生 中間那我還在穿著比基尼的 所以那看起來有點怪我 有點可疑 我們來看一下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它很多地方耶 哇 它真的是全國都有耶 你看這個地圖 北海盜到沖繩 都有耶 欸 你看這裡有寫嘛 他們有跟天際之子這個電影合作 協力 所以這個巴靜男的它有出現在 我們的新海城呢 巨型電影 所以還沒有看到朋友呢 可以去找一下 求人這個日文呢 念QG嘛 就是招人的意思 就找工作的網站都是這樣 求人賽道 招人網站 那這個也是一個招人網站嘛 是高收入的招人網站 應該是 直線女生啦 好像男生也有 你每次看到的那個トラック是 它的廣告 它的廣告 只是廣告 只是廣告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它就是要你去這個網站去 找工作嘛 來 Yuma我們看這裡呢 有職種圖鑑 指種圖鑑 這是他們的指種圖鑑 可是 等一下 這個好像有點五湯耶 你看 就是這樣的工作啊 欸 各位 這個是18技能 這個完全是18技能工作 雖然它 這樣看圖畫是沒有什麼色色的啦 可是呢 這個工作內容呢 其實Ryu都知道 它就是 對 有派遣型的 就是派女生到你的酒店啊 然後也有在店鋪行的 店鋪行幫你 幫你服務的 真的是跟我想像中的一樣 嗯 對 真的是跟我想像中的一樣 然後它這裡呢 還有跟你 就是很親切的跟你說 實際工作的女生 它這裡有寫嘛 一日的流程 然後 然後 實際に 活動的女生 每日 どんな風に 也就是實際 在那裡工作的女生呢 到底每一天 是過什麼樣的生活的 她有 跟你分享耶 各位 想不想知道 想不想知道 呃 我們看一個比較溫柔的好了 對 不敢看太刺激了 呃 太刺激了 晚上我們自己也來看好了 老婆不在的時候 我們看 chatt lady 就是聊天的 透過視訊 跟男生聊天的 她的工作嗎 嗯 看一下 喔 你看這裡有個女生嘛 3點 40分 出勤 喔 好不好 睡睡到下午 Yuma是不是很有魅力 這個工作 4點準備 就要穿美美嗎 因為要跟男生見面 是不是 要見面的 不是 它是 啊 然後 6點 4點半 就是在電腦面前 因為這個是 視訊嘛 所以是在電腦面前 然後 6點50分開始 chatt time 就是妳就跟他聊 一對一的聊天嘛 哇 然後呢 欸 它這裡還蠻溫柔的 它說如果 客人可能要求妳做很奇怪的事情或幹嘛的話呢 它這個staff會help 所以 如果你沒有經驗的話呢 其實也不用擔心 因為有這個 店員所以是follow你嘛 嗯 對 然後6點休息 欸很正常嘛 這樣 這樣看起來好像是大學生的生活一樣 然後就是 那之後就是一直不斷的 待機工作 待機工作 有客人就 視頻啦 沒有客人可能就是在這個 他們的office那裡休息這樣子吧 我猜 嗯 然後到晚上呢 11點半 12點 退休 有拿到錢的畫面 所以他這個工作呢 有一些是每個月給妳一次的就是 月資的嘛 那有一些是當天就給妳的一天一天的 哇 妳看 好開心的樣子啊 手上拿這麼多萬 掰掰 欸這個工作還蠻正常的 欸我覺得不正常欸 因為 視頻欸 可能要拖 欸 當然是要拖的啊 不然要跟你聊天 聊個屁啊 呵呵 當然是要拖的啊 真的啊 開啦可能會有就是分啦 呃 拖的話多少錢 不拖的話多少錢什麼的 欸各位這裡開始呢 十八斤 我想看一下這個 派遣到你 酒店服務的 女生的一天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欸 欸2點10分準備 2點半開始接課 天啊這麼早 你這麼 客人有這麼早嗎 是有司機接你去的 然後 接課休留 完了之後呢 欸 會有這個送贏的車來接你 這樣子 嗯 所以公司的人會 接送 簡直 嗯 接課完之後呢 就回到自己的office待機 就這樣不斷的一直接課 接課 哇 你看 又是這麼多錢的畫面 欸 可是7個人家 會不會很危險 沒有人看啊 喔你是說 怕客人做奇怪的事情是不是 就是因為是兩個人的空間嘛 對啊而且對方 不知道對方是怎樣的人啊 嗯 有點危險的感覺 這個的確 怎麼想都是有一點風險的 我覺得做這種工作呢 就是 老闆呢都是有料的 客人呢可能也沒有勇氣去對 他們店家的 女孩做 奇怪的事情 啊 因為如果他 不爽 一個電話過去說 客人 要求很奇怪 或客人對我暴力怎樣的 他們馬上趕過來 那客人不是要被打死 啊 我猜是這樣子啦 嗯 對 不過這個網站其實真的蠻厲害的耶 這種 這種工作就是蠻 怎麼講 表現得很厲害喔 它表現得好像是一個什麼 什麼大學的正常的工作 正常的工作這樣子 你看 男生的 嗯 所以 男生的話呢 因為女生是 要服務嘛 那男生的話呢 他這裡聘請的就是 接送的 店鋪裡面的 staff呢 也是會有男生 這樣子 喔 有一個喔 不用脫喔 然後就有高收入的 喔 幫人家按摩的 這是風俗 欸Stella 這個可能按摩呢 會按到很多地方 會要需要按很多地方 對嗎 脫不可以 摸不可以 觸不可以 對你看對不對 黛玉 黛玉這裡呢有寫 不用拖 不用舔 不用被摸 應聘的條件呢 是18歲以上 高中生當然不行 短期OK 十一點到半夜的三點 一天四個小時就可以了 日給 兩萬八千耶 恩 不用拖了兩萬八千 那要拖的不是 我的天啊 我覺得大家最在意的可能就是 到底收入是多少 是不是 我們看一下 他實際的好多喔 畫面密密麻麻的 喔他這裡是 直接有跟你說 痾 這些女生的收入多少 你看這個29歲的 29歲的 他月收60萬以上耶 他雖然是把眼鏡蓋掉了 不過看起來蠻可愛的齁 這個月收70萬 19歲喔 19歲月收70萬耶 各位 70萬已經是 小公司社長的收入了 我們一般 大學喔 畢業出去可能才20萬 他70萬耶 Yuma 怎麼樣 好啦如果你 沒有老公 沒有男朋友 你想打工 然後你看到這個 高收入的網站 你會不會想要去試 你還年輕 19歲 單身 沒有人理你 你在東京一個人 看情況吧 如果自己真的沒有錢 可是現在真的需要錢 也沒辦法 要還學費 你是大學生 然後你要還學費 你會不會犧牲自己去打 這種工作 我想知道日本人對 這件事情的價值觀 嗯 可是我的作為還蠻 多 真的嗎 朋友嗎 嗯 朋友啊 初中高中的同學啊 什麼的 自己的話 自己的話 當然盡量不 不 不選這樣的工作啦 可是 不知道咯 自己如果 辛苦的環境的話 嗯 有可能會選咯 對之前的我來說呢 女生做這份工作啊 就會 嗯 怎麼講 價值 沒有 就會變成沒有價值了 這是 比較傳統的想法 嗯 但是真的我來到日本之後呢 其實Ryu也是有接觸過 我之前大學的同學 也是有一些是做這份工作的嘛 嗯 但是我也不會覺得怎樣耶 就算我跟Yuma交往 然後你告訴我 你以前 曾經做過這份工作 我覺得我可以接受 現在的話 啊 我有找到 我不能做這樣的工作的一個理由了 什麼理由 沒有奶奶 就 沒有人需要 Yuma 錯了 你錯了 還是有 但是喜歡 沒有奶奶的 喂 Yuma你也不是沒有奶奶好不好 不是有沒有奶奶的問題啦 對啦 怎麼樣各位 你們可以接受嗎 自己的女朋友如果曾經在日本 有做過這種 工作的女生 不曉得大家哪裡是怎麼樣的 留言告訴我們 好 今天學到了 這個トラック的 巴尼拉的 原來是這樣子 原來是這樣子的內容是不是 大家也知道了 那要幫忙給這個影片一個讚囉 不好意思 真的變成了有點失敗的影片 那 今天這一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掰掰 你訂閱了嗎 還沒有的話 拜託的加訂閱我們RyuTV 按這裡按這裡 按這裡按這裡 下面是我們的推薦影片 MING PAGE MING PAGE 不要讲什么话